哇 这个超酷 那是什么 动画片《侏罗纪世界》 《白二级营地》 故事讲述六位青少年 面临欢乐的夏令营 被恐龙入侵之后的各种挑战 电影将于9月8日 在Netflix上映 你们的一部分 从未发现的部分 是因为你没有力量 而且实际上 我让你们的蜡蜡 处理这些长时间 我们正在做这种方法 第七十二届爱美奖 则公布了最新入围名单 影音串流平台表现格外出色 例如去年11月才推出的 Apple TV Plus 一共获得了18项提名 而其中有8项是归功于 成间直播秀 同样还有在去年11月 首次亮相的Disney Plus 总共获得了19项的提名 其中电视剧曼达洛人 就获得了包括最佳剧情影集 等15项提名 另外今年4月刚刚推出的 媒体平台Quibi 也获得了10项提名 其中包括了影星 劳伦斯费徐鹏和史蒂芬詹姆斯 双双倍提名最佳男演员奖 而这场众人瞩目 星光闪亮的爱美奖颁奖典礼 将于9月20号举行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